双胞胎谁先学会走路呢? 清晨将爷爷来到育婴室打扫卫生 灰宝在旁边练习走路 并且时不时地向爷爷展示他的练习成果 现在他能用后腿发力跳出一段距离了 也能够坐在地上用前肢支撑起身体哦 他经常用脑袋顶着围栏脚上 不断地练习着后肢的力量 灰宝果然和福宝一样使之励志雄 当江爷爷在和他聊天时 他居然凭借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 虽然站立的时间不长 但着实给江爷爷不小的惊喜 爷爷也来到围栏边给灰宝加油鼓励 练习结束后灰宝躺在地上休息着 他的四肢已经变得很有力量了 已经能够坐到随时翻身了 灰宝真是太棒了 江爷爷也说灰宝之所以能进步这么快 原因在于灰宝掌握了一个锐宝目前还没有掌握的技能 灰宝是无论爱宝女士采取哪一种姿势为难 她都能准确地找到妈妈的乳头喝个宝 而锐宝这方面就差一点 和爱宝妈妈在一起时 经常会因为找不到乳头而喝不到母乳 这也正是目前锐宝体重比灰宝轻400克左右的原因 现在爱宝晚上经常带竹子放在宝宝身边 让宝宝先熟悉竹子 不久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慢慢断奶了 大家觉得锐宝灰宝谁能先学会走路呢 记得点赞加关注哟